高雄有一名水電工到朋友家修水電 收了四百塊錢 朋友卻覺得他們的收費不合理 隔天是到水電工的住處 不但要把四百塊錢給討回來 跟獅子大開口 要求多達五千元的精神賠償 水電工拿到錢之後 還遭朋友持器械攻擊 造成水電工傷痕累累 遠景貨報到達現場 受傷的蔡新男子頭 臉手滿是傷痕 坐在住家外面 動手攻擊他的李新男子 逃跑後不久 也被警方找到帶回 遠景詢問後才知道 兩個人是因為債務關係 引發肢體衝突 原來被打受傷的蔡新男子 是一名水電工 前一天他到李新男子的家中修水電 收了四百元 李新男子覺得收費不合理 隔天趁著酒後來到蔡新水電工住處 不但要求他退錢 還索討五千元的精神賠償 蔡南為水電工 日前曾臨至李南家中檢修水電並收取新台幣四百元費唯一 李南事後覺得收費不合理 所以五月三日九後前往蔡南住處理論 雙方發生爭執 李新男子於是持器械攻擊水電工 還把五千四百元給拿走 事後警方將動手的李新男子逮捕 暫時保管這五千四百元 並將他一朝殺人未遂強盜罪移送地檢署 遭到檢方生涯獲准 記者綜合報導